大家好,我是硅谷地产经级Joyle Shere 今天我们带大家看一个Saratoga新盖的房子 它是今年刚刚盖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房子 我是认为我看到这些房子里面 它是比较有设计感的 你看到它门前的这些外观的设计非常用心 用一些这种现代的这种木条 作为一个外墙的一个外观的设计 包括它这个车库用这种比较现代的这种车户门 而且是分开进入的 它前院做得很漂亮 它这些都做了这些水泥的这Saman这种浇灌 还有这些人造的草皮 看起来打理的地方非常少 当然它边上也种了一些Landscape一些花 看起来是比较好看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房子里面的情况吧 我们一进来这边就是一个书房 它的房子总共是有四房4.5位 那总共面积了3500多Squad footage 它的要价是399万 将近400万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走过来 一进来可以看到 然后右手边这边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酒柜 用的是这种纯透明的这种设计 那这边是一个pentry 也是比较有心思的 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厅 它用的是一个特别这种挑高的设计 是两层楼的这种高度 然后采光特别好 因为它这种挑高上面都按了这种的窗子 那我们过来看这边是个客厅区 客厅区这边就是一个特别的这种 我们叫升降这种的fireplace这种设计 也是比较现代 打开的话就非常好看 那在这个客厅这边做了很多架子 可以摆很多漂亮的工艺品 那客厅呢 与这个厨房是相连的 它厨房的这些灯呢 选了都非常的用心 是非常现代的一种设计 当然它所有的这些 的灯光啊 包括这些欧式这种 我们叫gloss这种光面的柜子 也是看起来非常干净漂亮 它用的这些appliance呢 都是用的是最高端的 这么多的这种设计 包括洗碗机啊 冰箱这一体机都是这样 那这边连着呢 是另外的一个客厅 我们叫餐厅 餐厅这个灯我们也比较喜欢 也可以看到设计师的巧思 非常有现代感 但是光玉呢 又不是很刺眼 很温馨的这种色调 那我们进来来看呢 这边是一个 主卧的一个房间 那主卧的房间这边通的是 它的master的bath和 它的walking closet 这closet也是比较大的 然后 我们看到这个master这个bath呢 具有这个一个单独的一个top 现在比较流行这种 这种top这种设计 在一些大的豪宅里面 这个shower呢 面积呢也是比较大的 那它的所有的这个砖呢 都铺到了顶上 那这些 它用的那种色调呢 是这种白色的墙砖呢 配上一个黑色调的镜子 我们看到它其他的浴室里面 也是用的这种的配色 非常的现代 那我们出来到这个厅的另外一部分 它另外两个房间呢 是在这个房子的这一边 也是连着客厅 只有另外两个房间 它这房子的特点呢 是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 这是它另外的一个房间在一楼 也是它造了面积特别大 特别宽敞 包括说它的这个储存的空间 衣柜啊 整个这种窗子呢 在新式的这种房子里面 它的采光也非常好 这边是另外一个房间 另外一个房间 可以看到它也是有个 独立的一个closet 还有浴室呢 也比较漂亮 在这种 可以摆着这种设计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房子还有什么其他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就走到这个 快楼梯区了 那楼梯区这边呢 我们有看到 它这边是一个空调房 这边是一个洗衣房 那我们看到这边呢 有 哦 坐着车可以在那边可以停 那我们来上二楼看一下 二楼这边也是做了 很多采光的这种设计啊 非常通透 可以看到这个灯呢 也配了蛮漂亮的 那二楼呢 还有一个大的这种 呃 master suite 也是呃 面积比较大 比较宽敞的 一个单独的一个浴室 啊 我们现在在这个客厅餐厅的地方呢 通的是这个花园的地区啊 看着花园它 这边 都是做好了一部分啊 当然可以看到这个院子啊 还是这个房子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说它可能时间或经费的问题 并没有完全把这个院子做了做了很完整 那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房子的情况呢 就是这个房子它的 总体这个外观的设计呢 是比较现代的 用这种比较现代的严肃 包括他们外面的这种贴条 还有这种 呃 高层的不同形状的设计 包括它里面 这个厅呢 也是调的很高 然后采光非常好的 整体呢 它的面积呢 它造了很大 整个这个房子呢 它的地呢 是超过九千尺 然后它的房子的面积呢 是三千五百square footage 基本上就把这个地和房子的 呃 利用率呢 已经利用到了最大 然后它这房子里面的这些 呃 颜色配的 还是比较舒服的 这种啊 黑白这种 呃 黑色这种设计呢 还是比较漂亮的 包括它这些 appliance啊 和里面的这些 呃 每个房间的这种 卫生间的设计啊 都是符合现在 最新房的这种特点 就是可以给大家看看这种 房子的情况呢 就是如果大家在自己呃 设计自己的房子呢 如果说没有特别这种 设计师的情况下 要自己做的话 可以采用这些的元素 然后可以把自己的房子呃 设计的更好 那那这个房子呢 就是给大家看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更多的呃 关于硅谷啊 房产方面的投资 感兴趣的话 欢迎跟我们联系 我是硅谷地产经理 就是谢 谢谢大家 来我跟你演示一下 嗯 它这是可以变颜色的 这种呢是现代设计 非常流行的这种壁度 它并不需要真专门的烟囱 呃 它是真正的火 然后是零排放的 我们叫biofire 也是比较那个 清洁环保的 但主要就是好看 适合这个提升房子这种档次 嗯 但是取暖是取不了太多难的